今天欢迎收听星期二频道 今天的日期是1月14号 今天有几宗新闻呢 今天是有几宗新闻是想讲的 第一宗就是在台湾的军事新闻 台湾空军一架F-16V的战机 在礼拜二的时候在嘉义的地方堕海 经过多方面海陆空三军全力的搜狗 在礼拜三十二号的时候 找回部分的飞机残骸 在十三号的时候 昨晚的时候已经发现到 有人类的一些组织 在飞机残骸上面找到一些人类组织 这个二十八岁上位机师 是有航空迷拍到当时飞机堕海前的画面 是不停地带角度翻滚 转地跌下海 有航空迷怀战机堕海前 之前飞机司已经昏迷了 在十三号晚上军方已经证实失事的地点 陆续发现到一些遗骸 不过是零星的状态 现在呢 就找回飞机司 家人都做了一些后事 那这个空军司令部在星期四 晚上十点钟发表新闻稿就说呢 军方在首个行动中找到部分的机体和机翼残骸之外呢 在昨天的四点下午四点钟 在这个水溪靶墙附近 找到部分的弹射 座椅部分组件 和破损严重的抗压力 衣服和部分的生理组织 目前呢 嘉宜的地检署 已经 检测官已经联同法医採集的相关的一些物件 加速办理检验的事宜 这样 一件 台湾一件不好的事 F16V战机是台湾 上次也有说过了 就在嘉宜的时候 这个超音速事件就震碎了居民的玻璃 这个飞机 这个事件在台湾也是一件非常大件事 因为昨天呢 即是星期四呢 全日的新闻台呢 有一半的蝙蝠都是在说这件事的 那我们讲讲第二单新闻 第二单新闻呢 就是Omicron 新型本号个案呢 就终于来到台北市了 台北市发现本土病例了 终于 不是说终于的 这件不算的 就是呢 就是呢 现在就 防疫记者会上面 柯文哲在防疫记者会上面就说呢 台北市的医院呢 已经total有180宗 确诊Omicron的个案 不过呢 就没有人需要插管了 他就判断这个病毒已经流感化 杀伤力降低了 不过传业力都挺高下的 那 未来的防疫上是要做好准备的 那 那一单在台北市北投的邮局 就出现这个本土个案 现在暂停营业的了 那 柯文哲就说 如果遇到个案的时候呢 就 应该消毒的消毒 应该关闭又关闭 是 有些个案呢 是救案来的 救案的意思就是 你曾经 感染了 不过呢 是会复发的 那就是这些就叫救案了 所以呢 大家都不用怕我 那现在呢 台湾的口罩禁令 又严加严了 以前呢 在一个月左右的 二级的防疫期间呢 大家是可以脱口罩的 就是在拍摄啊 或者吃饭啊 或者 运动的时候是可以脱口罩的 不过现在要戴上了 那 现在呢 就是在机场那里 一天就有52宗确诊了 也就是代表 外国的疫情非常之严峻 就除非 除非 除非外国 除非 要封关 封关不让外国人来呢 就 如果不是呢 台湾就有可能 一定有缺口的 那这个就是 柯文哲说的 现在呢 不过我 我认为呢 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都要来台湾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有些人要来台湾 所以呢 就不希望台湾会封关 我 那现在台湾对这个 入境的限制就是 你要 在机场那里 检验性 陰性你才可以放行的 如果是阳性呢 就立刻 带你去 医治的 那我看第二单新闻了 那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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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又搞了两场选举 不是搞 衍生了两场选举 第一场就是 台中 第二选区的立委选举 就是上次陈柏惟 陈柏惟 陈柏惟 他因为 被这个国民党 搞到罢免了之后呢 又要补选了 再加上这个 林昌佐 就是 漫华区 西门那边的漫华区 林昌佐 又被国民党的立委呢 就 推 試图推翻了 有个叫钟小平的 一个国民党立委 试图推翻这个 林昌佐 林昌佐 不过呢 1月9号的投票之后呢 两边都输了 国民党都输了 那 那 当日呢 就是 这个林昌佐是 罢免失败的 为何罢免失败呢 因为 虽然呢 同意罢免票 是多个 不同意罢免票的 不过选举门栏 那 好像欠几千票而已 那 那 都 守住 关键一席 啊 关键一席 那 不过台中呢 就 民进党 推上这个 林郑仪啊 就打败了这个 台中地主 颜欢行啊 啊 哎 啊 我不自杀的 OK 啊 台中地主 颜欢行 他又落选了 就 就选不了了 那 那 在去年呢 曾经撑过罢免 曾经被人罢免过的 罢免失败的高雄市議員王哲 我之前都有拍给大家看王哲 他表示这个是国民党救游自取的后果 证明了国民党已经完全让完全被台湾人抛弃了 那 那 王哲就恭喜林昌祖和林郑仪雙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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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曾经认证明了 今天由公投到今天的保选 罢免相赢 都是国民党救游自取 啊 利用民主制度搞一个政治斗争 不过就被民意反势 彻底被台湾人唾弃 那 那 被人罢免了的陈柏惟的 他的基进党的党员 张博洋就认为 台湾人再一次 打了 用民意打了国民党两巴掌 那 之后呢 就不知道还有没有 继续有这种的罢免 罢免热潮了 当然因为上一次呢 就 罢免完陈柏惟之后呢 就又霸临枪了 主持 就是 和国民党有对抗的 他都会罢免的了 那 之后不知道罢免谁了 咯 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呢 他就不会赢的 应该 最近呢 考试是非常之 压力大 所以脱了一两天的 那所以我继续讲下 有些什么 新闻的咯 我另外讲 哎呀 那就是这个的彰化 彰化圆 这个我现在会先跟大家讲 讲定先 那之后会另外出一条片讲的 因为呢 就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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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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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大家 在录音期间给一些时间 那就是在台中的一间叫中州科技大学 不过我打不到个州字,等等我 中州科,中州科技大学有一单非常离谱的新闻 以为黑奴在多年前已经在美国禁止了 谁知道台湾有相关的事件 那有个乌江达的一个学生 被中州科技大学的学校的人员 宣传部的人员吸引了台湾读中州科技大学 原本就跟这个学生说 这里有英文售课,也有奖学金 不过不单止没有用英文教书 也没有给奖学金 教育部调查之后就认为这间学校很大遗失 即日起不准在境外招生 还扣减学校的一个宝座 学校也都对外回应 这个校方和外籍身认知上有差异 不知谁对谁错了 这间学校呢 我问过在张化的同学 就认为这间学校就在就执的状态 那就执的状态是怎样呢 就是收不够学生 还有那些科目越来越少 就是这些就执状态的学校来的 那这个学生呢 就是 一个乌干达的学生 就是论为黑工 就是认为黑工 就是许应 没事啊 那他就 他就说来到台湾读书之后呢 就被人逼了去上班去还学费 这个学费是学校借的 那他说学生只可以去到 和学校所学的无关的工厂实习 一日工作超过10个小时 甚至要做两份工 才可以还清对学校的债务 勉强腾出来的时间 就坐在课室听完全听不明白的中文 变得恶性循环 也都无法达成员才来到台湾 得到学位的目标 这个乌干达的学生就说呢 中洲科大提供他们的实习 就是去设计粉打工啊 做电子工厂啊 车厂厂啊 或者在一个搬运公司做打包啊 就和他读这个机械工程完全无关的 也都和其一起来的乌干达同学呢 还去隐形眼镜工重上班 就是在那边中 上班上7点做到早上7点做到早上7点 上班上7点做到早上7点 导致多士过努分岛 这家学校就非常厉害了 想不到以前美国不再做的事在台湾会出现 想知详情我会继续再讲 会出一条新的片跟大家讲 我要先把这些资料先 不过不讲住了 我要继续我的考试 我要做报告 再见